打猪板那个板朝上 来姐姐我就是和别人不一样 不一样 当那个当当那个当 猪板这么一打呀 别的咱们不夸 夸一夸 你人怎么变成男人的一朵画 要说这朵画啊 分实太真大 弄当硬带弄当裤腰带 还能当夺画 蓝姐姐我呀 最近在练习山东快板 我发现自己呀 真是越来越多才多艺了 不仅能自我创作 还能自行表演呢 怪不得蓝姐姐我啊 走到哪儿都能吸引那么多的男人的目光 可蓝姐姐我呢 天生就是对男人有成见 觉得世界上最卑贱的就是男人 现在呀 越来越多的男人缺乏道德感和责任感 你们看看这个世界 都被你们这群雄性动物 折腾是什么样了 当个男人不成 还不要去做个手术变成女人 就是想一想呀 就让人觉得恶心 蓝姐姐我呀 是从来不会编瞎话的 不是你们仔细体会一下 就说那些没结过婚的光棍小伙子吧 是不是天生就欠了女人的债呀 整天啊 就跟条哈巴狗似的跟在女人身后 只为了博家人一笑 可是到头来呢 就乐得一场空 再说说那些结了婚的男人 就更可恨了 这些男人啊 明明自己身边有个贤惠的女人守着他 可他却偏偏不爱 总是把他那双 肥溜溜的眼珠子呀 描上大街上那些 衣着暴露的美女 还把那些赤裸的明星 当成梦中情人 他们不准自己的老婆 和别人说话 自己呢 就觉得和任何一个女人 持常关系 都是非常光荣的事 他们非常在乎自己女人的增结问题 自己呢 却到处散播烂情的种子 不是蓝姐姐我嘴巴坏 要是世界上 没有你们这帮卧错的男人存在 这个世界 早就和阿尔卑斯山上的白雪一样纯净了 你说 现在中国的男人啊 男人也没有一个男人的样 再也找不到革命时期 那种英雄式的男人了 东北的男人呢 的确血迹方钢 可粗鲁起来啊 就跟山里的野兽一样 个个屁本是文有 还看了面子 动不动啊 就来个大男子主义 对我们这些神圣的女性 大打出手 前几天啊 看见一个孕妇 被她老公暴打的新闻 真是让蓝姐姐我心头一咎 蓝姐姐我呀 虽然不是什么妇联主任 但是我也曾经获得过 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 要是哪个男人啊 在我面前这么发威 蓝姐姐我 肯定会活活把她掐死 再瞧瞧上海男人呢 一个个嗲声嗲气 说起话来啊 底气不足 还慢条西里的 整个一个娘娘腔 办起什么事吧 总是在心里打个小算盘 真是比女人还女人啊 在这里啊 蓝姐姐我很想向 广大已婚的女性同胞提个建议 干脆啊 就把你们老公的车子 收回自己开 买个自行车 让他们骑 金钱上呢 一定要给予控制 生活费啊 要让他出 让你们的小baby啊 缠着他交作业 家务活呢 也让他一个人干 没有金钱 没有外在的魅力时间 我看这些男人 还能见到哪里去 另外 8090后的小屁孩们 你们也给我听好了 做男人 就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人 做女人呢 也一定要做一个 温柔贤惠的好女人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 好了 蓝姐姐我呢 今天就说这么多了 我会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人 我会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人